在梅西签约麦阿密国际之后,其实也让很多球迷非常关心梅西具体在美直联可以拿到一份怎么样的合约,毕竟沙特联赛可是给梅西送上了一份足坛历史最高的合约,超过4亿欧元的年薪待遇,但梅西还是没有前往沙特联赛,反而是想要在美直联度过自己的最后一段生涯,这也是让大家感到非常的意外。 而目前,麦阿密国际的老板豪尔赫马斯也是在台访中直接官宣了梅西新合约的具体工资和条款,豪尔赫马斯表示,梅西拿到的工资待遇是5000万美元,这也是美直联历史上最大的一份合约了,随后记者问道,这个报价是要比沙特联赛的低上不少了,哈哈哈哈,他们是这么说的了。 随后,豪尔赫马斯补充道,梅西的合约不光是工资这么简单,苹果公司还有他的赞助商在里面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苹果公司可以用转播费用来弥补梅西工资上少的部分,而梅西又是阿迪达斯的签约球员,赞助商会让他在球一分成中得到巨大的收益。 通过豪尔赫马斯的这番采访,大家也明白了,梅西这次在迈阿密国际拿到的工资仅仅只有沙特联赛的九分之一,这对于梅西来说还是放弃了相当多的薪水了,好在苹果公司和赞助商还是为他送上了特权,让梅西可以轻松得到其他方面收益的补偿。 而梅西卖阿密国际的首秀也即将展开了,这位老板也期待满满,认为梅西在美国足球可以带来看比乔丹在NBA付出的热度,未来整个美食联可以在转播费用上得到巨大的收益,所以他认为天价签约梅西是一个完全正确的事情。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